近日,曾声明要来我南部海域刷存在感的DDH184加赫号转航母,就被老天爷一阵大风马利亚给刮了回去,并充当大众澡堂。 有不少网友调侃道,难道这才是日本航母的正确打开方式?但说归说,日本打着与强国盟友联合演习,枯练反潜作战能力的幌子,企图来南部海域的意图,我们还需点播点播。 7月19日,我国就公开一段视频,南部战区的航空部队,紧急派出40多架战机,在我南海开展实战化演习。 从画面来看,我军共出动包括歼11B、歼空7A、空6G、空警舰500等多种型号战机并挂上实战,歼11B与歼空7A等战斗机以手握力舰,并在距离海面近100米的高度演练,高难度低空突仿练习。 说实话,类似这种全家服饰的空军多型号,战机联合演练,真有点难得一见,早前央视公布的以舰20为主导的集训,就已让人印象深刻,就难忘怀,而这次演习连空警500这样的大家伙都派上了,气势必然更加雄壮,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, 这次罕见的多机型、多功能、多项目的联合演练,正是中国海军向外界展示的一张凹人的成绩单,这说明,南海空军的模拟战斗演练水平已达到可应对任何局面的能力。 说到综合战力,结合历史资料显示,歼-11作为新生代三代机生力军,无论是单兵能力还是战机,数量方面都已达到南海空军的预期标准,歼-11可配合空-7A飞豹的低空突防能力,达到最佳作战环境与效果。 在中国的传统导弹优势的前提下,歼-11可配备鹰机系列导弹,对海面发起有效打击,有了这种化学反应,地域外敌将更有信心。 演细的目的是什么?是为了整个带弹,为了能应对任何突发情况。 同时,我们也用这种声音告诉外界,过去我们曾割让土地,如今我们分土必争,我们有能力也有决心。 重要的是,我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,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准备,athen对白色不见,是�pAKC哲都耀骨的設備。 一切渔了格子知道,在此 다니市里并否疑委屈,便可满啊ulation。 ? 费 filt! 立即感受? pat. 到您 вкус Ethere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